世界級男團BTS成員們近期專注在各自的Solo活動 無論是在音樂、綜藝還是時尚領域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現 不過隨著個人活動的展開 有粉絲發現所屬公司HYPE 竟然對人氣成員V有超誇張的差別待遇 首先是從2022年就鬧得沸沸揚揚的緋聞事件 雖然最後公司表示會提高造謠者 但從事情爆發開始 HYPE的對外聲明都超級敷衍 根本算是冷處理 再來是HYPE對V的個人活動幾乎是零宣傳 相比其他成員參加時裝週、電影試應會等活動 公司都有特別發出新聞稿或相關的活動記錄 卻幾乎找不到V的個人宣傳 就連他出演知名綜藝瑞正佳 這麼大的活動公司還是冷處理 越來越誇張的差別待遇 讓粉絲們超級不滿 甚至有粉絲表示希望V不要再與HYPE續約了 只能說希望公司可以認真對待這些問題 我們太亨值得更好的對待啊